她是Vivian 我的第一任主人 我们认识的时候 整治上还百年难遇的高温天气 她每天都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像个全服装的战士 以至于到现在 我都没有看清她的样子 有一天她给我拍了九张照片 我以为是什么特殊的纪念日 没想到竟是分别的纪念日 我的第二任主人 曾经只喜欢逛一个区 那就是重点学区 四大名校八大金刚 她都带孩子看过 现在小生初靠摇号 他们也不爱逛学区了 说一切随缘 随着随着 我真的就在咸鱼上被随缘出了 我的第三任主人 每周都会多跑三公里 去曹家渡的花鸟市场买一束花 省下的钱和她的女朋友 共吃一碗季菜馄饨 花很新鲜 季菜也很咸 跟他们的爱情一样 后来花鸟市场拆了 拆掉了很多人的回忆 也慢慢地拆散了他们的爱情 她说要擦亮生活 重新开始 也把我擦亮了一次 结果我就来到了第四任主人 她带我看过很多房子 有黄金地段的老破晓 也有外环边上盖起的新楼房 我们也因此遇到了很多 形形色色的人 没想到有一次 还遇上了我的第一任主人 她已经开上了小汽车 可能是看过了人生的各种样子 她突然想活出自己的样子 于是也把我给挂了 挂了不到一天 就有人争先恐后地想要我 所以我就到了第五任主人 台家离公司有点远 从新庄到藏江 要跨越二十多公里 她回去的时间也不固定 一般是通过她老婆生气的程度 来判断回家的速度 路上看到景江乐园的摩天轮 听说摩天轮都有了空调 而我还在吹着四十度的自然风 我的第六任和第七任主人 一个大四纲毕业 一个大一纲入校 他们面对面做了一场交易 竟然聊成了兄弟 本以为可以在校园享受四年安逸生活 没想到毕业照还没拍完 我很快又成了社会人 我的第八任主人 每天在大街小巷中穿行 一天就能走过半个城市 偶尔抢到过江的单子 她会高兴地像个黄浦江上的游客 停下来吹吹江风 看看风景 然后继续哼着歌 带我前进 我的这些主人 虽然朝着不同的方向 但都有笨头 都有各自想去的地方 我是一辆电动车 这就是我在咸鱼 被传承了八代的故事 咸鱼上一脉相承的宝贝